这里我详细介绍一下关于变明器接口这一块的接线的问题 我们常见的一些变明器啊 我这里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通用的变明器 这款变明器呢 它那个上面的端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一个师傅端子 AI一般就是模拟性化输入来控制它的那个变明器的频率 再就是GND 就是10伏电压的一个信号地 这三根线呢 我们是接到FlyMotion的控制卡的这个10伏 这有一个10伏端子 还有VOPDM共用的一个端子 这个模式可以切换 一般情况下我们出厂的时候是打在VO 也就是电压输出模式 这边还有一个隔离的信号地 这个FlyMotion控制卡上面刻的是BGD 也就是变明器的一个信号地 接到这里 另外就是有一个正状控制信号 正状控制信号有单独的有移路 它在那个配置的时候是相当于我们的管解号是16号克 这个跟GKMotion是保持一致的 它有一个FWD正 FWD-4 这个分别接到哪里呢 接到变明器的 比如说它是NPN型输入的话 是接到SE端子 它是接到FWD正 它的那个 这个是GND 有的变明器是控 它相当于是一个那个信号供应级的一个解法 的那个供供地 FWD-接到GND这个东西 FWD正接到SE SE这里 变明器的内部设置的时候设置的是正状控制信号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区分一下 原来我们GKMotion的话 接线跟这个有些不一样 因为它那个信号地和GKMotion的控制卡的地是一样 是连通的 这样会造成变明器的很多的干扰信号 会参导控制器自己的 造成控制器的一些不稳定 通过这次升级的话 我们有信心保证 你的雕刻机会十分的稳定 不会受到变明器这样的干扰源的影响